首先车子在关机的状态 不工作的状态 关机的 然后先把车子放到水平的位置 那么我们要长按住这个开关 不要放 长按住 大概保持10到20秒 车子它会发出叫声 连续的叫声 那说明这个水平状态 已经固定好了 然后松开 关掉 把那个机器关掉 不叫了 现在机器是属于关机状态 然后再次把它开启 轻按一下 再次开启 那这时候那个测试的平衡状态 已经就设定好了 可以正常去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